大家也知道,制造销售毒品在每个国家都会被严厉打击 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案件和毒品有关 在2023年9月8号,特别调查组的警官在一家加油站执行搜查令 为什么要在加油站搜查呢? 是因为,该加油站附近发生了几起吸食毒品的案件 警方也是经过调查发现,毒品是从加油站里面流出来的 随着警方的调查,发现加油站里面的一名员工乔安妮居然在销售分泰里 这真的是让警方想不到,居然在加油站明目张胆地销售毒品 因为警方早已经掌握了线索,所以直接给店里所有员工上了手铐 准备对商店进行搜查 乔安妮好像还并没有任何反抗 她知道自己早晚都会被警察抓捕 乔安妮还向警察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要逮捕她? 这不就是在装傻吗? 警方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 待会就会让她哑口无言 随后警察准备是搜查乔安妮的随身物品 警方需要联系加油站的老板 在几分钟之后,从外面来了一名女子 这名女子是商店的经理 商店的经理是接到电话之后赶到现场的 毕竟这件事情和她有关 她也不想惹火上身 但如果这件事来和她有关的话 她也会被逮捕 商店经理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警察也是给她说,在商店里有人在销售毒品 现在警察也不准商店经理进到商店 害怕销毁现场的证据 我发现了警察的事件 我发现了警察的事件 但我不知道什么 她是有关的事 在我开始开始的时候 我开始开始的时候 她是在商店的事件 我发现了警察的事件 她在那时 给了警察的事件 她是在商店的事件 因为她是在医院的病毒 因为她是在医院医院 但她回事件的事件 她离开了 在控制住店里的工作人员之后 警方也是宣读了搜查令 准备开始对现场进行搜查 警方已经掌握到线索 乔安妮在这里销售毒品 而且店里还有毒品 商店的经理也告诉警察 他确实看到乔安妮有一些异常的行为 但是他却不知道 乔安妮居然是在销售毒品 但是他会配合警察的搜查工作 警方也在对商店另一名工作人员进行询问 有没有注意到乔安妮有什么奇怪的举动 但是这名工作人员说 他没有注意到乔安妮有什么奇怪 我忘了听见到这里了 我叫buat特金磊信公司的 我叫他找到宣语的人吗 你的名字不可能 你叫做宣语的人? 你的名字是 Kris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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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istie Kristen Kristen 烤安妮 我感觉 我现在开始会没有任务。我看起来是我的月。 在哪里拉着我雷一天址 他是我的月份。 我就有一点几天明天不过我。 你过起来。 我没有。 你会看到有何事的那样的远沟吗? 你会看到她什么样的吗? 我们有很多人的居民来来跟 然后少数还请喝这样的。 在搜查期间警方发现了几代芬太尼还有一些险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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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们 要做的 可以 可以 和解一下 全是 那就是 是 这就是 对 好 好 我 你 对 在 好 但是在审查的时候 乔阿尼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警察在搜查出芬泰尼和现金之后 乔阿尼还是什么话都不想说 这些东西就是从他包里搜查出来的 看样子他想沉默对抗警察的调查 我可以解决你什么是什么 没了 我们要在监制中 把他解决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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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据已经是在摆在面前 警察又准备带乔安妮去警察局 这时候乔安妮的女儿赶到了现场 他们也想过来了解一下母亲到底出了什么事 你这个你是妈妈妈妈的 我穿过了 你母亲 一下 就知道吗 然后你什么事 我女儿怎么认识到她 也知道什么 还是要什么 和你还说 我觉得可以决定吗 我可以决定她 瘀刺她 和她的名仁 什么时候 我可以决定她 一样 我进去 找她 我们法uelle bef纸 我嗅 我很好 有 我只是要了 便 说 そ 在看好看,她可以偏向导物 听到警察的讲述 乔安妮的女儿哭了起来 这可是两项重罪 乔安妮不仅是销售芬太尼 而且在距离教堂1000英尺以内 这是罪上加罪 不知道乔安妮会背叛多少年 警察没有让乔安妮和女儿见面 直接把乔安妮带到警察局 警察从乔安妮的钱包里 找到了16代毒品 其中有8代芬太尼 有8代甲基本笔案 这些东西足以把乔安妮关10年了 乔安妮被带到警察局之后 还是什么话都不想说 但是她被指控 在距离教堂1000英尺的范围内 持有芬太尼并且意图分销 不光是分销芬太尼 而且还分销甲基本笔案 虽然乔安妮什么话也不想说 但是她会被人指控多项重罪